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斬斷青絲 心又亂 千頭萬事 仍舊斬 紅手讓江山 滴眉亮紅顏 火伏輪流轉 世界還是圓 天氣酸不盡 交之悲與環 無情痴難餘 誰能過清關 紅手讓江山 滴眉亮紅顏 火伏輪流轉 世界還是圓 天氣酸不盡 交之悲與環 無情痴難餘 誰能過清關 誰能過清關 請皇后娘娘進香 請靖妃娘娘 齊妃娘娘 安貧娘娘 齊貧娘娘進香 請惠貴人 新貴人進香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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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谁鬼鬼祟祟躲在这里 见妾参见皇后娘娘 各位小主 阿弥陀佛 本宫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婉嫔娘娘 已经不是婉嫔 该如何称呼呢 贱妾 甘露斯 莫愁 莫愁是没错 怎么自称贱妾而非平民 难道是你自甘卑贱也不愿安守佛祖吗 莫愁娘子是戴发修行 并非真正出嫁 慧贵人关心情妾 到底还是对莫愁最好 齐嫔妹妹也真是不小心 方才才到莫愁的手了 不知道要不要紧 不要紧 不要紧 莫愁啊 现在干的都是粗活 踩一下手 不要紧的 粗活 是啊 毕竟不是养尊储優的娘娘 小主 砍柴 姜喜 擦地都得做的 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 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 如此实在是委屈了 那也是应该的 一入空门四大皆空 前程往事都该抛弃了 佛法约众生平等 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 娘娘说得是 皇后娘娘 莫愁到底是奉旨出宫修行的 又是公主的生物 您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子虚弱 可思理还让她做着许多粗重的活计 岂不为难 皇后娘娘说了 入了空门就该斩断前程 公主是公主 莫愁是莫愁 皇上也说了 公主只有靳妃一个额娘 贵贵人别违背皇上的旨意才好 皇爱 地上粮 你不要帮着 贵贵人 你过来 莫愁站的位置不该是你站的 快去吧 没事 个人有个人站的地界 人鬼尚且不同途 贵妃和庶人又怎么可以站在一起呢 皇后娘娘 莫愁纵然离宫 也不该遭受身体和言语之辱 佛家讲究心平气和 贵贵人 你今日失于急躁 不能再去参拜佛像了 你就跪在这儿好好静心思过吧 后头是参拜的终殿了 皇后娘娘这边请 各位小主 这边请 仔细脚下门坎高 仔细着 Ramsie先生 娘娘今日奔波劳碌也累了 delta 不如早些歇息吧 安平一向擅茶人意 难道看不出娘娘今日真的很高兴 本宫不是高兴 是欣慰 本宫欣慰在于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 要不是亲眼所见 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 比起死去 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 臣妾今天离开甘露寺时 已经吩咐敬拜师傅了 不必善待甄嬛 有的她自生自灭就是了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了 倒是皇上 还没有完全可以放得下甄嬛 你们俩要加紧功夫 好好讨皇上欢心 是 皇后娘娘 太后 您觉得好些了吗 老毛病了 习惯了 太后咳得这么厉害 等下臣妾叫小厨房 给您炖上冰糖琵琶 好热热嗓子 你今日身上的药油味 怎么这么重 哀家闻着熏得慌 膝盖贵得疼 所以多抹了点 被罚贵就被罚贵了 皇后是要拿你做榜样 才能压得住后宫其他人 臣妾失言何该受罚 可是婉萍 莫愁她受尽苦楚 臣妾实在觉得很不安心 你想说什么 自己说 臣妾恳请太后 顾念莫愁是龙月公主的生母 请太后必有莫愁 不要让她受尽苦楚 你对莫愁便这么好吗 是 莫逆之交 哀家也听说了 今日之事 是皇后与齐皮 有些失了分寸 但也不是要紧的事 臣妾只是可怜龙月公主 生下来就没了生母照顾 若是莫愁在甘露寺受尽辛苦折磨 那公主不是更可怜了 凡是要留有余地 也是应该的 好了 哀家派人去看看 总不至于让莫愁受尽折磨而死就是了 谢太后 有太后这句话 臣妾死而无怨了 你别总是顾着别人 也该顾顾自己 安平和齐平争宠 这些日子 你有多久没见皇帝了 皇上信之所知 总会想起臣妾的 太后 臣妾还有一个请求 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 不如把她赐给臣妾居住吧 你打算为婉萍守着 自从婉萍离宫 人人都说碎玉轩不吉利 臣妾现在和靳妃住在一处 虽说照顾龙月公主方便 可是总觉得地方不够宽敞 臣妾想 与其等公主大了 再挪腾地方 不如现在 就让臣妾搬去 碎玉轩居住吧 你可曾想清楚了 皇帝 倘若对婉萍还有心结 你一搬进去 就等于打入冷宫了 等皇上心结解开 一切都会好的 那可不一定 既然你喜欢 就由着你吧 谢太后 阿晋 好久不见幻碧姑娘了 刚露寺里的粗茶淡饭 姑娘却更见标志了 越来越有嘴滑舌 惹人讨厌 王爷原说 龙月生辰前五日来 却没具体说是什么时辰 我只好早些来 没想到王爷更早 我的私心哪 很想让我再次等待 如果碰到了 那就是一种格外的惊喜 如果未曾约定时间就碰见 那就是缘分释然 说实话 男女情分上 我并不相信缘分一说 人们常常以缘分深厚 作为亲近的借口 而以无缘 作为了缺情义的假词而已 娘子的言论 总让人觉得 柳暗花明又已冲 仿佛有进之时 又别有一番天地 王爷过分夸奖了 或许有一天 真到了无路可去 无法可解的地步 我也会说 缘分已尽了吧 若是在从前 娘子得意之时 娘子的这些话 不足为奇 只是现在娘子 依邦佛祖修行 却也不相信缘分吗 即便入司修行 但我也有自己 所坚持的信念 更何况佛法精深 我也未曾全都懂得 只希望佛法薄缘 可以安定人心 至于缘分 我总觉得势在人为 聚散离合 都不必拿缘分儿子 作托辞 方若姑姑 你怎么来了 娘子 快坐 娘子 你看 这是温太医开的 产后调理的方子 是惠贵人让拿过来的 药都配好了 娘子照着吃就是了 还有这些衣裳 都是禁妃娘娘拿过来 给您换喜用的 梅姐姐好吗 龙月好吗 都好 不过 只是 你只是关心他们两位 你不问问太后娘娘 近况如何吗 梅姐姐在宫中 依托太后的照付 才得平安 若梅姐姐安好 那太后必然一切安好 那皇上呢 娘子也不在意了吗 若有国丧天下皆知 就不必等姑姑来告诉娘子了 娘子 您糊涂了 娘子 恕奴婢多嘴劝一句 您这样怨恨在心 不能释怀 实际上也是自己难受啊 这是太后赏的恶娇膏 滋身补气 调和气血是最好的 太后说 吃了它 希望您能够更心平气和谐 我是戴罪之身 太后还这样百般垂怜 娘子是明白人 也该知道 太后虽然七病八难的 但是心里并不糊涂 可有些事情 太后也只能明白 不能插手 娘子如今在甘露寺修行 不如再为太后 抄露佛经祈福吧 奴婢每个月都会来甘露寺一次 取走佛经 太后说 一定要娘子亲手抄露的才有用 请待我多谢太后关怀之意 莫愁必定尽心尽力 为太后抄露佛经 为太后祈求上仓负责 马上龙月公主快周岁了 虽然不是大宴 但宫里却当大事来看 不知收了多少金银诸玉的贺礼呢 那就好 否则没有生母在身边的女儿 总是会吃亏心 虽然文怡公主 有端妃娘娘抚育 但是不及龙玉公主 得皇上的宠爱呢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 奋发向上 而公主一生的浅诚与觊遇 都维系在她皇阿玛的怜惜 与疼爱之上 如今淳源皇后的遗物 都是谁在保管呢 淳源皇后最贴身 最喜欢的衣物和首饰 都在皇上那里 其余的由皇后保管 太后那里也有一些 那淳源皇后生前 有没有她心爱的首饰 项圈之类的 淳源皇后 有一个用羊枝美玉 做成的芙蓉项圈 是她生前最喜爱的 好像是大婚那天 皇上亲手所赐 那若以寻常的白玉 求行寺能不能 这个简单 锦西 拿我的那个珠花 龙月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这个做生母的 只想稍稍尽一点心意 请芳若姑姑拿着这些首饰 请内务府的工匠们 赶紧雕着一块 如我方才所说的项圈 能让龙月在生辰那日戴上 也送我这个做生母的 尽点心意 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 再说请工匠 也花费不了这么多 有这个就足够了 娘子放心吧 奴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多谢姑姑 外头冷 娘子请回吧 太后请娘子抄录的经书 奴婢每月都会来取的 望娘子尽心为太后抄录就是 莫愁谨遵太后意旨 来来来 快走快走 快走 快 小姐方才为什么不告诉方若姑姑 请她主持公道 或者告诉住持也好啊 住持心善软弱 说话尚不如敬白管用 我离宫后 那些没能置我于死地的人 自然不肯轻易甘心放手 如今我的苦楚多一分 他们心里就会安稳一分 对我的龙月就会放松一分 我这个做生母的 能为龙月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太后让娘子每月抄袭佛经 也是为了保全娘子 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只因少 先断有谁听 长相思先断此时不必再相思了 真好看 好看啊 是啊 看看我们龙月从小就是美人梯子 是啊 看看这身衣裳做得多惊喜啊 好了好了 好了 皇上驾到 皇上 皇上 心安 起来吧 谢皇上 朕即日不来 现在龙月都不冲朕笑了 哪是啊 孩子还小 皇上您一抱他 他就笑了 朕抱吧 来 看看龙月有没有重一些啊 这幅相圈是哪来的 啊 这是前几日臣妾为龙月公主准备首饰 发现没有御相圈 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 皇上觉得不好吗 没有 只是觉得眼熟 挺好看的 这样的相圈 从前 从前的淳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 只是静妾进府晚没见过罢了 内务府的东西做工总是差不多的 只是没有淳元皇后的那幅做工精巧 苏贝胜 那我才在 去把淳元皇后的那幅相圈拿来赐给公主吧 喳 臣妾替公主谢过皇上 好了 快开戏坐着吧 咱们龙月也饿了 来来来 好了好了好了 饿了饿了 走 饿了 走 好 且快 好 宋哥 大现在 爱你 好 可 冒昧进来淘口水喝 姬云 去端茶来 是 请 请 德馨 不知该如何称呼您 叫我憧憬便可 你是前头甘露寺修行的吧 是 我捡的柴货还不够数 一会儿再回去 太妃 查好了 好 到吧 您是 姝太妃 你知道我的名号 是啊 如今该称呼您 冲进元师 你是从宫里出来的 听说 宫中有一位真娘子 在甘露寺中修行 便是你吧 是我刚才眼拙了 请 这是我的贴身侍女 名叫姬云 天天 天天 与娘子相见 也算机缘巧合了 自仙地驾崩 我出宫以来 便再也未见过宫中之人了 我与太妃的机缘 果然比旁人更深 今日相见不说 我还有一架长相私秦 正是太妃从前所用的爱物 果真 如今就在甘露寺中呢 当日出宫之时 我把长相私和长相守 一同留在了宫中 只为先帝驾鹤 我留着这两样东西也是无用了 不曾想 竟到了娘子手中 与此二物 亦别数年 若娘子首肯 能否带来让我再瞧一瞧 本该拿给太妃一关的 只是数日前 不小心弄断了琴弦 若是娘子放心 不如拿给我看一看 我愿尽力一试 或可修补 能交回太妃手中 我就安心了 若实在接不好 那只能遗憾 再也听不到 长相私的妙音了 那下次娘子请过来坐坐 也带了长相私一同来吧 我倒很喜欢和娘子说话呢 太妃盛请 晚辈怎敢不遵呢 请 皇上 今儿公主满周岁 您已高兴喝了那么多的酒 赶紧回去歇息吧 要不酒今儿上来可就难受了 头有些晕 回去吧 安平娘娘说要陪着您 您也不让 奴才先送您回养心殿吧 岁雨萱到了 谁在岁雨萱门口站着 皇上那是四阿哥 弘历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龙岳公主过生辰 除了五阿哥感染风寒 其余的皇子公主都来了 让她在圆明园好好待着 没事少在朕面前晃悠 这儿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从前 我娘娘对儿臣很好 她 儿臣知道我娘娘惹皇阿玛生气 皇阿玛恕罪 她怎么对你好的 我娘娘叫儿臣读书 知道儿臣思念皇阿玛 也怕吵着皇阿玛 让儿臣远远地看一眼皇阿玛 你想见朕 是 回去好好读书 有空朕自然会召见你 是 谢皇阿玛 儿臣告退 皇上 穗乙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 惠贵人 太后把这赐给惠贵人了 过两天就搬进去 那朕 进去看看 那朕 进去看看 喳 落叫 真是离宫以后 这儿就再没动过 一直都没 惠贵人也说不让动呢 这是她最心爱的玫瑰簪子 就是她 朕伤给她的玉鞋 也没带走 什么都没带走 他自己干净利落地走了 皇上 你赏他的长相思带走吧 长相思 就是这儿了 慢点 闻娘 你看 来 王爷 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可见背后不能说人 才刚从北边回来 连王府还没来得及回 你来得也巧啊 见今儿天气挺好 便把长相思带来给太妃 我闯下的祸 如今倒要太妃来为我弥补 这位是我的贴身丫鬟换臂 特意带来给太妃请安 幻碧给太妃和王爷请安 幻碧啊难得像我行这样大的礼 今天是沾了额娘的光 没眼神的齐着 长得细皮白肉的 瞧这双眼睛 长得倒和娘子很像啊 哎 从前没仔细看倒也不觉得 今天额娘这么一说 还真觉得像一对姐妹啊 幻碧同我一同长大 的确情同姐妹 如今我父亲和母亲被远放凝固她 我如此落魄 当让她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 天下尽是可怜的人 这孩子跟你一样 我一见就喜欢 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幻碧终生 若有合适的机会 还请太妃与王爷做主 给幻碧找一户好人家 一算了却我一桩心愿 小姐何出此言 怕是早就已经嫌弃我 想把我早早打发了吧 你家小姐是想为你打算周全 额娘把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 你一定要为幻碧好好寻一个好人家 额娘放心 凯儿一定记在心上 方才听太妃说起 王爷这几月去了北地一带 好 皇兄一时兴起 令我微服去北地一带 流行官员政绩如何 仓诉得命就去了 也来不及告别一句 如此一别也快三个月了 自上次与娘子一别八十七日了 王爷的记性真好 王爷博文广记 这次虽然去的时间很久 但也算有所收获 中间转道去了一趟凝固塔 把这封信给娘子 是我父亲的信 还儿 我与你母亲俱好 安心即可 文德尔与幻碧同在甘露寺修行 亦好 大局已定 莫做徒劳之功 各自天涯 各自珍重 且莫过于挂怀 从信上可以看出 甄伯父比例犹贱 身子没有大碍 甄伯父自己也说 远离朝廷纷争忌惮 过得反而舒心些 宁固塔终念苦寒 父亲与母亲念事已高 教我如何放心 宁固塔虽苦寒 但是人却可以得一息自在 禁番与甄伯父一句 听他言语之间 颇有随遇而安的欣慰之意 朝廷中纷争内斗无数 纵然风光繁华 然而宁伯父年事已高 能与一方安乐清净之处 他亦能自足 风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青 多谢王爷了 我与娘子之交一场 何苦说这样见外的话 额娘方才说起幻璧的婚事 我倒有一个人选 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阿静 什么 阿静打小和我一起长大 他的人品我自然是能担保的 况且他和幻璧也算是熟事 算不得是盲婚盲嫁 这个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爷 即便阿静愿意 我也是不愿意的 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 若离了我 就只有锦夕一个人了 况且我视小姐为长姐 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 自己却贪腐嫁人去了 幻璧 你若嫁给阿静为妻 常居住在清凉台 与娘子也是可以常常见面的 或者些娘子来清凉台小住 也是可以的 那么王爷的意思 究竟是让我嫁给阿静呢 还是借我和阿静婚后 让小姐酒住清凉台 究竟是方便我们姐妹相见呢 还是方便王爷与小姐相见 有些话王爷大可说得明白 幻璧 幻璧 你是在帮着环儿 还是在伤她的心呢 小姐 王爷换错了 我的法号是莫愁 幻璧的婚事匆匆说定也不好 不如以后从长记忆 不必了 匆匆也好 从长记忆也罢 我若不喜欢一个人 段段是不会嫁给他的 我若喜欢一个人 即使嫁给他做妾 也是心甘情愿的 可是事到如今 我就只想陪着小姐 对 我到底是配不上幻璧姑娘的 幻璧一向心气高 如今又与我一同经历加变 难免很多事情都看淡了 还请王爷见谅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我回去一定好好劝劝他 好些了吗 嗯 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 在王爷眼里 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 所以能嫁的 自然只是他的亲信随从 幻璧 你一向聪明 可别钻了牛角尖 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 但他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 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 何况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让你嫁与他放心信任的人 何况你与阿进一向谈得来 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可是小姐和王爷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 是吗 我就是觉得王爷对小姐太好了 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那温石出是如何带我的 我也是如何带他的 温大人带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 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 其实来了甘露寺以后 幻璧一直就想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 当然王爷的品性相貌 气度学识 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 可是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我何尝不知道他是皇上的亲弟弟 何况我对他也没有别的心思 我知道今日的话删了小姐的心 可是 既然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 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 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 咱们经不起了 是不是 王爷带我是知己 我也带他是知己 自然我会留意分寸的 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一到夏天我就心慌 想着夏天过去就是秋天了 皇儿的事好像又在眼前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 却一点法子也没有 以前是这样 以后也还是这样 皇儿在外一切都好 贵人您放心吧 每每都说好 其实我知道他病不好 不过是你安慰我罢了 我也知道你见他不好 心里会更难过 贵人独居碎玉轩 日夜挂心也是难受的 虽然是独居 可是有你常来观照我身体 我也不算如智冷宫啊 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碎玉轩来 自从贵人搬过来 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 你这又是何苦呢 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看 就永远也不会尽碎玉轩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 昨日采月来告诉微臣说娘娘日夜都会咳嗽 微臣包了冰糖枇杷来 请小主扶下吧 医病也不能医心 微臣告退 娘子 阿晋 今儿是端午 王爷在宫里饮宴 将奴才送些田纵来给娘子过节 有劳惦记 王爷说这几日宫里事多 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王爷本就忙不来也是寻常 也不是王爷是忙 是太后啊要给王爷定亲了 当真吗 当然了 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 这些年太后催得紧 说哪有王爷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进的 连个妾室都没有 这回安排的是佩国公家的小姐 叫什么孟靖贤的 这是好事 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 早就而女成群了 也是时候该找位福进主持家政了 我们王爷正为这是满肚子不乐意呢 我以为王爷带娘子是知己 娘子也毕竟十分懂得王爷的心思 却不想娘子说出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 阿进不爱听 先告辞一步 先告辞一步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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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